大家好 我们这次进行第七节课的讲解 第七节课主要介绍一下 Binder和IDL进行简单的介绍 为我们接下来进行service的编码 提前有一个了解 好,我们这节课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Binder机制的一个原理 第二部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IDL是一个什么东西 第三部分是我们的课程作业 好的,我们看一下Binder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因为安卓是基于Linux来实现的 在Linux里边进程通讯 可能也是操作系统共通的 进程间进行通讯 不同的进程之间要进行通讯 它产用的方式 比如像什么管道 消息对列 信号 共享内存 套接字 还有一些别的 那Binder是个什么东西呢 Binder是一种全新的一种进程间通讯的方式 为什么Google 使用了Binder这个通讯方式作为这个安卓系统的一个一个基石 可以说Binder是安卓系统的一个基石 为什么使用Binder机制呢 它首先它有一些这么一些优势 第一点就是用驱动程序来推进进程间的这个通信 它有一个独有的自己的这么一个Binder驱动 这是它独有的 第二个呢 就是通过共享内存来提高性能 因为Binder机制呢 它是通过共享内存来实现的 就是进程和驱动之间通过这个内存映射 这样的话不同的进程之间通讯的数据就只需要coupay一次就可以了 第三点呢 就是为进程请求分配每个进程的线程池 最后呢 就引入了这个技术 引用技术和这个跨进程的引用对象引用映射 这个东西就很有用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调用远端的这个service的这个接口 就像调用本地的这个代码操作起来是一样的感觉 然后就是一个进程间的这个同步调用 它不是异步的 它是同步的 就说它调用一个远端的接口 它会等到这个接口 一直等到这个接口返回 它会继续往下执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Binder机制 它的一个原理 大概的一个原理 我们这里画了几个几个模块 首先是一个两个进程 Process A和Process B 然后这里边中间这块呢 就是一个Binder的一个驱动 驱动模块 这块是在Kernel层的 最下面呢 是我们的这个Service Manager 这么一个单独的一个进程 首先呢 这个安卓这个系统啊 它启动之后 就会启动这个Service Manager 这是一个单独的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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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程 在这个进程里面呢 它存了一个一个表 就是系统里面所有的一个 Service Service的一个名字 和它聚饼的之间一个对应关系 这样的话我们比如说 其他的一个Service啊 比如说Process A和Process B啊 这个他们启动的时候 他们就会主动的啊 将自己注册在这个Service Manager中 比如说对于进程A来说 它这里边会有一个进程A的名字 和进程A的一个巨饼 对进程B来说 同样也有一个B的名字和B的巨饼 这样的话呢 比如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如说进程A要调用进程B 它走的流程呢 就首先进程A会通过这个Binder机制 调用Service Manager 来获取进程B的一个巨饼 获取到之后 再通过进程B的这个巨饼的这个代理 来调用进程B的提供的这个接口 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 然后这个绿色的这个框块呢 就表示是这个内存的这个映射啊 它直接做了一个这个共享内存的这种方式啊 进行这个映射 好 这个这个是这个Binder机制的一个大概结构 下面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在C++层啊 这个Binder机制是如何实现的 如何使用的 首先呢 因为这个Binder机制啊 它还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画下图 它基本上就是有两 两种进程 一种是提供服务的啊 Server Process 还有是请求服务的Client Process 在Client Process这呢 它会有一个获取到一个 Server Process的一个BP Binder 这个这个BP Binder里面呢 它就会有一些 这个Server它提供的一些功能的接口 通过这个BP Binder呢 在Server这一端它会有一个BIN Binder啊 这样就通过这种调用方式啊 调用到这个Service 这边的这个功能 整个大概呢 是这么一个流程啊 具体的如果同学们感兴趣的话 啊 大家可以在网上研究一下这个机制啊 这个机制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而且这个机制也非常重要啊 是安卓这个整个系统一个啊 可以说是一个基石啊 好 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IDO IDO是什么东西啊 IDO呢 叫全称是Android Interface Defined Language Android接口定义语言啊 这是安卓特有的一个东西 它为什么要定义这个东西呢 因为这个实现一个这个Service啊 就是通过Binder机制实现这个Service 和Client之间的这个调用啊 如果是按照C++这种语言来 它这个模式来实现的话 还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在那个框架层呢 Firmwork层啊 Google以及应用啊 就是我们那个Java层啊 应用 这个Google为了简化这个啊 我们用户自己定义Service啊 提供这个服务的这个过程啊 制定了这么一个语言 通过这个语言呢 我们就很简单啊 就可以实现一个自己的这个Service 第一步呢 就是定义一个这个IDO文件 啊 啊这个文件就定义好 我们这个Service要提供哪些服务接口 第二个就定义 定义一个Service的一个加网文件啊 聚成了这个IDO文件里的一个stop 啊实现一个接口 实现这个接口的功能 啊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 啊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Window Manager这个Service啊 它的IDO和这个Service 有类啊 那我们我这边已经打开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啊 看一下这个文件都在什么位置啊 这个Service呢 啊 就在这个目标下面啊 啊 定义格式啊 啊 前面都是一个I啊 表示Interface的意思 好我们把这两个文件打开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啊 这个IDO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跟加网文件差不多 啊 前面是import之类的东西啊 定义一个Interface 然后完了之后呢 就会定义各种各样的这个实现的一些功能函数啊 我们看到里边有这些什么 有的参数是in或者out啊 这个就是表示这个参数是输入的还是输出的一个参数 啊 这个Window Manager 他就定义了这么多接口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Window Manager Service呢 可以看到 他的这些信息啊 啊 跟这些信息完全保持一致 啊 保持一致 然后 他主要就是 这个类呢 Window Manager Service 它主要就是继承了啊 iWindow Manager .staff 为什么会有一个.staff呢 啊 因为一编译的时候啊 这安卓系统 安卓的编译系统 就会自动的将这个IDO文件啊 转化成一个 加网文件 这个加网文件里边 他有一个类啊 就是这个staff类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啊 那个Bender通信里面的一个代理的这种东西 继承之后呢 他就要实现啊 实现这 刚才在这个文件里提供的这些接口 就是说 我们随便找一个 看有没有实现啊 有没有k dispatching啊 恢复 k的传递 我们看在这里啊 都会有一个alright 简直于还说实现 好的 这个呢 大概就是这个IDO文件的 含义 好 我们这几个课 基本就结束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课程作业啊 课程作业呢 就是大家啊 到网上找一篇这个 介绍Bender基地的文章啊 能够阅读理解一下 对 呃 不要求对这个原理啊 呃 有很深刻的理解 但是要大概了解一下 它的这个 流程啊 大概的一个原理 大概的一个框架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